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吊车操作速成技巧 观察仪表气压在7兆帕以上 踩下零二气 挂上起重机取离器 收窗时反向操作即可 然后 我们来到只腿操作区 黑色代表左前 绿色代表右前 黄色代表左后 白色代表右后 蓝色代表前方 红色代表控制杆 将前面四根向上 红色向下 代表出臂 将五根向下 红色向下 代表出腿 收窗时反向操作即可 观察水平仪 保持水平状态 最后 我们来到起重机操作区 由左至右 一次是转向 向前推 代表着右转向 向后拉 代表着 左转向 第二根代表伸缩 向前推 出臂 下转向后拉 下转向后拉 手臂 第三根代表大臂 向前推 趴臂 向后拉 升臂 第四根 第四根 第四根代表小钩 向前推 出小钩 向后拉 收小钩 第五根代表大钩 向前推 出大钩 向后拉 收大钩 我的教学完毕 谢谢观看 第四根代表大钩 下转向前推